我听说有拿水来切割各种鸭的东西 哦,对,有拿水来切割 高压的水,它可以来切割 水的力量还是很大 对,但是水的力量它是通过高压的压力 那个压力给它压出来的 不管是水钻也好,还是用水来切割也好 包括这个纸,纸的滑上手也好 首先手跟木头,手跟木头的强硬度它是不一样的 纸,它怎么能够持续一个时间的力量 你要我拿张纸,我在这儿了 我估计不光锯不开木头的问题 我觉得我脑子有力量 只是把手拿一个口也不能说把整个这样切开 对,又瞬间把手指锯掉 对,其实细想一下 你真正拿一枪A4指锯滑手的话 还真滑不破 你要刻意去滑,真是滑不破 都是你一瞬间不知道 就那么一下子的那个力量 就是擦一下的过程 对 所以你觉得这个答案是假的 假的 假的 好让你觉得是假的 两位嘉宾都就把答案给了 而且两位嘉宾都认为这个答案是假的 试试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实验,让你眼界为时 有请贝贝 欢迎大家来到是真的吗?真假实验室 网友说用一张纸就可以锯断木板 你要说拿一木板把一张纸踩到 我真不用木板 那我们首先得看看这个纸是什么样的纸 好,今天网友所说的是这样的纸 一张A4的卡纸重量160克 木板厚度为0.2厘米 长宽20厘米 我们今天要验证的题目是 用纸可以锯断木板 锯断 锯断 这听着的确是不靠谱 但是翻书翻得非常快的时候 一不小心会划出一个小口子 那么,照着这个思路 如果我们让纸快速的运动起来 有没有可能做到它的锋利度 足够锯断这个薄薄的木板呢? 这个纸是靠一种什么力量 对,让它快速的运动 转排一下 切割锯 电锯 电锯 网友说 将A4卡纸做成跟电锯 锯盘一样大小 将它替代锯片 到底锯片换成纸片之后 能不能锯断这一块厚度为0.2厘米的木板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试试看 好,上道具 好,这就是我们固定好的道具 我们已经成功地将锯片换成了 跟锯片形状一样的纸片 看 现在这样已经特别像那个 锯那个木头的那个 锯床 直接这样 对 的确,我们是按照这样的锯床做的 当然了,其实也是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给它固定住了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锯片转起来之后 到底会生结果 一二三 哇 吓死我了 哇 很快啊 快到里头看不清楚它在转 好,停,够快了 真的,很厉害 但是它的持续强度是不是能够做得到 能够打到多久 不知道 是不是能可以完全锯断 速度是够了 但是纸没有那样的硬度 对吧 看能不能坚持下去 好吧 好,第一个疑问解决了 纸张在高速运转之后完好无损 现在我们要解决的是第二个问题 到底能不能锯断木板呢 那么接下来呢 带着疑问 有请威哥 那威哥 现在这个活儿交给你了 好 小心啊 现在 我来负责电锯的电源 威哥来负责切木板 好 一 二 三 我们别直演 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 一会儿飞出来了 这个对了 这也可以 哇 哇 而且纸没坠 你看看 能看到吗 特别快 特别快 哇 还真纸啊 这简直就是纸片 哇 这还是纸吗 哈哈 太神了 但是你看这个过程当中 纸片是有损耗的 有点歪 飞出了一些纸末 你看那个黑色布箱里有很多绿色的纸末 对 哇 哇 哇 太棒了 哇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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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了结果 对 而且这个过程非常的快 嗯 在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担心 因为那个我们看到绿色的纸末飞出来了 对 瞬间 它就毫无障碍的很快 成功切割了这个 对 但是这个 咱有没有试过 到底它能锯 锯多厚的板啊 这个板 是不是就在薄 0.2厘米 0.2厘米 是挺薄的 对 所以实话 有的时候不用锯了 张普刚才提出了一个疑问 说这个木板很薄 的确是 它虽然已经成功的完成了 我们也看到了 是片可以锯断木板 而且非常轻松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的 第二个想法就是 虽然已经验证了实验 但是这个纸片 到底有多大的能量 如果把木板变得再厚一点 纸片还能不能将它锯断呢 对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就实验升级一下 来试一下 纸片 同样还是刚才已经锯过这个木板的纸片 还用这个纸片吗 还用这个纸片 不换 我们换一个更厚一点的木板 这个厚吧 这个是要 对 一厘米厚 厚多了 是吧 好 现在我们先升级 来看一下剩下的纸片 来锯一厘米厚的木板 到底能不能锯断它 哇 比那个还快啊 哇 这个可以啊 这个这么厚啊 你要不说它是纸的话 我认为它就是一个锯片 对 并且速度也不慢呢 哇 长驱直入 现在这个纸片呢 已经锯到了木头的一半 木板的一半已经锯开 现在我们看到感觉这个纸片的阻力也非常大啊 慢一点慢一点 不着急 我现在很为这个纸片担心 因为你看到它实际上已经变弯了 它已经变弯了 看它好像全部锯进去之后 可能好点 它还有个力量加给它 加油 手开成功啊 最后一下 出 耶 太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巨段的木板 其实已经有焦糊状了 对 看到没有 一路活下来的 好 我们掌声 谢谢威哥 这就是我们看到最终实验的结果 它不仅成功的切割开了厚度为0.2毫米的木板 而且对于厚度为1厘米的木板 它也同样是做到了 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这样神奇的结果呢 是因为纸片啊 在高速运转过程当中 因为离心力 所以呢 让纸片充满了张力 这样纸片边缘的压强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纸片很锋利 成功的去断了木板 在生活当中 比如说我们看到风扇的扇片呢 转动起来也会变得非常锋利的 所以说呢 有小孩子的家庭一定要特别注意 比如说给电扇呢套一个安全保护套 尤其是不要让小孩用手指去触摸转动的扇片 好 今天我们的实验课题是 网友说用一张纸就可以锯断木板 这个说法是 真的 好 谢谢 谢谢